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马赛克会使我们呈现出日系节目的特点 嘉辉最近在忙些什么 我最近在忙 我长篇小说快要出版 可是还没出版 已经有导演买了作为拍电影 所以正在要重新 电影对我来说是完全不熟悉的东西 然后我正在学习怎么来编剧 还有学习游说导演 留几个很重要的黑社会老大的角色给你 给我给文道给许几东 我们四大家族 那是真是四大家族 讲诵孔臣 我让你选 因为我的小说叫龙头凤尾 你要当龙头还是凤尾 龙头凤尾草包肚 他就看教父 就学习编剧 我就还想起来 我那天看见这个姜文说的有意思 就是说他就说马龙白兰肚 你知道拍教父一开始的这一幕 那个猫其实是即兴的 当时在片场 刚刚来一只抓一只包 然后你看姜文他就说 他说你看这个马龙白兰肚 当时为什么能够感觉到这种教父的这种威 这种气场 就是一种反差 就是一个那样的人 可是他抱着猫啊 他教父说话像个怨妇 就是埋怨 你看你有事才来找我 对吧 你都不找我喝咖啡 你就怎么怎么怎么着 但是最后啊 我还是帮你 你看这种张力 这种戏剧的这种张力 你要看了解他的张力 他的好 不仅是看他成品 你要看他原来的比较 因为我真的要研究教父来学编剧 我网上很多材料 比对他三个剧本的版本 第一稿 第二稿 还有最后稿 你要看出来他为什么这样安排 想表达什么 然后才真的是学到 所以我们不把韦杰跟别人比价 我们看不出他的好 所以 要比谁 要比谁 我就是说 他们老说男女一样 我就是说我眼睛里看见的就是男女有别 对 你比方说你看我们讲全王阿里 那女嘉宾一般都不以为然 你看这个义军是吧 阿里他也怎么怎么没那么了不起 对吧 你看我们讲教父 这好像是男孩子的圣经 有时候是 有时候确实男女关心的点子 你不觉得崇拜这样的男人吗 我觉得他有些真的反战这一块 我觉得真的挺酷的 什么反战 哪跟哪 他就不去当兵啊 他被抓起来啊 你说阿里 我就说他这一块真的特别 我是说女孩子看到这个教父里的马龙白兰度 我确实真的不会 就是因为我说实话 因为男生都好喜欢看教父这部电影 然后就会把他讲的活灵活现 然后就会很喜欢觉得里面里面 就是里面那个兄弟情节很酷很帅 那女生看完就 就男生版公斗剧的一种feel你知道 但我觉得这是男生跟女生之间对于 韦韦姐我给你猜 因为现在我重看看了比较解释 你们猜 里面的第一集教父的马龙白兰度 几岁 不是教父这个人几岁 他演的时候几岁 就是这个演员 演员几岁 应该也六几岁了吧 六十多岁 你猜 六十吧 四十八 四十八比现在的教父马家辉还年轻了 那是长得惨啊 他也就演得好 演得好 快聊天吧 快聊天 他很好玩 人的生命有时候一念天堂一念地图 对对对 嘉惠知道你真实年龄的人都会夸你演得好 他当初要找他他不接的 后来游说他因为那是他失业的第一潮 他不接 后来他怎么才接呢 他要自己 他要求很高 跟文涛一样 对自己 他在家里先在镜子面前来演教父 所以怎么把两个棉花塞进嘴巴 是他自己弄的 他总是觉得不像 突然看到桌上有刚刷完 他老婆刷完几杂的棉花球 他又把它塞进嘴巴里面 有点像 然后又加个小动作 有没有 小动作突然剥脸 然后也像 看到家里有只猫 也突然抱一下什么 那感觉可能到时候要告诉导演 要跟动物建立一种关系 所以他48岁演到 你们都以为是60多 对啊 所以一个人可以这样的研究表演 所以两位如果接下来要接四大家 主要演出脚头老大 请问接下来要抱什么东西 要做什么样的那个付出呢 我觉得我就是比较俗张了 你让我就别抱着猫了 你就找一个 抱大腿之类的 是吗 你那角色我安排好了 抱个男人 因为我的小说是讲同志 讲gay的 他会抱摇闻道 这个 我们探讨的这个学问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真人秀的时代 谁都得学学表演 包括政府的官员 你知道就是 我觉得就是中国的很多事情 都在被这个屏幕所影响所改变 以至于最近 咱们其实从教父啊 要聊的是什么呢 聊的不是黑社会 聊的是白社会啊 白社会里边出了什么事呢 山西的这个市长书记啊 现在都上了真人秀 但是呢 这是他们省长批的项目 就是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 就是内地官媒 把这个一个电视节目 解读为是什么呢 就是说山西现在的当局 他是为了从一个什么里走出来呢 从这个这几年呢 山西的官场叫做 坍塌式的落马 经济呢 叫做断崖式的下跌 要从这个里面走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断崖式下跌吗 引打吗 哎 不是 没上 我我觉得对 你说对了 就是 从这个事情里边 你能观察到中国现在的很多大局面 比如一个是反腐 你看山西官场这几年 就是 就是摊擦嘛 对吧 窝岸呢 动不动动 再有一个呢 产能过剩 这就是人们说的 就要去产能 我原来不太懂 什么叫去产能 马上表现在山西 你过去靠煤炭 什么钢铁 可是现在这些东西要去产能 去产能你怎么办呢 山西现在突然一发现 我们除了煤还有什么呢 山明水秀 风景 对啊 人说山西好风光 发现他要打旅游牌 于是哎这富城长说了 山西电视台 要搞 搞节目 怎么搞呢 市长书记上台 上台就说是秀啊 哎 这个时候呢 电视台最担心的就是 什么呢 就说 他们是一上真人秀 会不会把真人秀 变成政府工作报告呢 这很担心 对 哎 最后居然发现呢 不是 要不说今天的官员 他看的这些个东西啊 他也在改变 还拼了命的 想让自己显得更亲民一些啊 或者什么的 他们那个秀有比拼的吗 有 有 给他 给他投票 网上投票 现场评审 给他 给他打分 对 你现在当官 那那些人投完票 没事吧 因为太多人了 认不出来 而且 而且大家都说 这个节目要开启之前 大家都在讨论说 会不会有压力 比如说 是不是哪一个审 哪一个市场没讲好啊 待会那个 或者是说要不要给分 要做假 我什么 他说不用 因为呢 太多人在监视这个节目了 没有人可以使得上 最后就是群众来 做一个投票 就说 十还是十一个 是 要不就是 都是一把手 或者二把手 来 你可以看看 看看咱们的官员 师们先生们 大家好 羊泉古名羊泉 羊是水喷涌的意思 近代这里设置火车站 羊泉就更名为羊泉 羊泉坐落在山西的东部 太行山的中路 太原和石家庄之间是我们山西的东大门 这就是我的羊泉 一个观山古运的地方 这就是我的羊泉 一个英雄辈出的城市 这就是我的羊泉 山西近代工业的摇篮 这就是我的羊泉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 人民城市 哎 怎么样 你知道我们 我觉得这是讲话上有点不同 我小时候什么时候会像这样讲话 比如说 我的羊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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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只有在参加演讲比赛 所以就突然觉得这些市长们好可怜 要上去表演 就好像在大家面前表演的一个演讲比赛 那你觉得 那你觉得马英九讲话呢 马英九讲话 有没有点一本正经的这种 马英九已经算 他还算好 其实他不算 他不算 不大算是一本正经的 他会前面跟后面夹打有去 中间一本正经 所以也是有mixed过的 但是 有谁是在这个台湾比较有朗诵范的 台湾倒是没有 因为台湾的官员很早就喜欢走清明范 台湾因为选 就是选举制度的关系 你必须要跟民众在一起 他才得到选票 所以以前我都在台湾的时候 我都一直觉得 哇 在大陆当官员好棒 好有威严 你说一哪有人敢说二 台湾的官员没有什么尊严可言的 每次被叫去立法院 然后被从头骂到脚 18代祖宗都被立法委员骂完了 所以我都一直好羡慕大陆的官员 太好了 一辈子在那边都不会被网 我看完这节目 我顿时觉得说 你们也有这一点 要享受的被大家评分 这个不同地方文化真是不一样 这个范儿就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像我对台湾 我最早还是那个陈水扁 他那个范儿就是 我就觉得这种公鸭嗓子 但是他们说 就是台南的那些村民 就喜欢这种调调 就是觉得是吗 因为他是台南人了 因为他本身是台南人 所以台南人就是很吃他这一套 还有他有些用字 还有他比较多是 除了语言之外 更多是他身份上的认同 什么三级贫户 然后苦出身 什么之类 才是对当地民众的一个认同 我觉得跟讲话 他讲话没有特别 我觉得还算好 现在你说双楚瑜讲的 现在这个蔡英文一上台 这个陈水扁也推出来了 那天我看就陈水扁 哎呀就是 装的了 但是那个柯文哲 出来又说了 柯文哲是他的医疗小组的 对对对 召集人 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 有台湾就有 就说 说注意到阿扁呢 拍到阿扁是什么呢 一看见镜头 就开始 然后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那意思 好像说他是真有病 说他紧张 面对镜头 他就会引发 他就会震颤 那个柯文哲也不是说 他真的有病 柯文哲是说 假如有那种病呢 就会发倒 这个叫语言 他说可能在极端焦虑的情况之下 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但没有人会 就是我们如果看 那影片真的很好笑 你知道脸书还做了一个 这个就是图啊 就是他点进去 他就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就在讽刺 讽刺成员 打火机啊 就是一个赞嘛 脸书最喜欢抵赞嘛 然后那个赞就突然可以这样 一直按赞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为财动力凤凰大事业 出身村贵 一门进士十二人 登上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 其只有贪图富贵的野心 世人指他妄想称帝 可知道他也有振兴之志 一朝建国梦遂 原始大族到处飘零 后人如何异想 这段不平凡的家族历史 原家故事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文台 全球资产配置优选 新加坡旁 碧桂园森林城市 永久产权 国际免税岛 全城地面都是公园 碧桂园森林城市 烟精鲜皮 采用阿尔法低温除菌技术 保留原始风味 啤酒还是鲜的好 烟精鲜皮 鲜爽世界 风雨变换 始终有我 太平吉祥 太平吉祥 保险就是报太平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精情观察 首开华语卫士专业军事节目 席准事丁 立足香港国际情报中心 与海内外观察员 交换意见 独家观点 全微解读 今天只能坐向太平 战争离你有多远 居安思危 只有准备打仗 才能避免打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的女婿 一说起台湾也是很来气 特别是陈水扁 因为坦白讲 他欺骗了我感情 我们大学生的时候 你有投票给他吗 有啊 而且我最重要是我大学的时候 他跟谢长廷是我们的偶像 他们两个模样 都是你们偶像 他们是律师 为了替人权辩护 到处演讲 然后特别谢长廷 你看那个时候的青年 以什么样的人为偶像 对吧 今天人家是看的是那个什么吗 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打倒 其实就感觉就是我打倒威权 然后我有一个很年轻律师的身份 我不愿意赚钱 我愿意不花 就不赚一毛钱 去帮一个人打官司 这件事情是吸引年轻人的 不仅这样 因为有这种勇气的人 在当时大时代也不少 重要是他会演嘛 就像现在演发的一样 会演嘛 演得好吗 他真的是教父 我们刚不是说教父吗 像他最近不是什么 从台南去还是高雄去 高雄去台北吗 就是说没有去参会 在参会外面坐折 所以不算没有违规 然后我台湾的朋友告诉我 当时的现场 就在参会外面 然后大家排着队 他就坐在那边 有镜头来了 就抖一下 然后几乎每个人 好像去见教父一样 亲一下他的事 握手啊 握手几乎亲了 对啊 好像排队一件教父一样 然后我觉得这些 陈水扁就有个案啊 这是台湾的虚伪啊 真的最大的虚伪 你有几个什么成品 什么几个博士教授没有用 那虚伪嘛 他掌权的时候 贪官洗钱 所有不能不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也判罪了 有些还在审 然后居然给他保外皱衣 然后还要求特色 为了他要修很多的法力 大家还说是为了蓝绿和解 我的天啊 他掌权几年了 八年 他八年都没有做到蓝绿和解 凭什么他贪污犯罪之后 特色他就能够蓝绿和解 所以台湾最虚伪的 最最糟糕的 虚伪哪里都虚伪了 对吧 但是 这是你说的 不是 我说只有台湾虚伪 我也很虚伪嘛 我作为大陆人我也很虚伪嘛 这是我是说啊 就是既然咱们这都是中华民族嘛 能你这个台湾朋友能够反思 我们也可以反思 对不对 所以那你们看到这个真人秀的时候 看到省长市长上去 市长上去讲话 然后这样子介绍的时候 你们会有什么感觉 会特别想去看 我讲实话啊 我作为一个这个搞这行的 我讲实话 我觉得既应该鼓励 又感到有一种可悲 就是当我们啊 我们由于受到过去几十年的 这种媒体文化的 宣传文化的影响 我就会发现呢 我们上台的时候啊 可供我们选择的语言不多 你知道吗 这个是 我们就 这是我们应该反思的 就是比如说我 昨天我还在说 我说我非常感谢李纯恩张坚庭 他们两个港产的 当年这个港人 其实我当年只是觉得 枪枪三人行应该像私下聊天一样 所谓说人话 但是我都不是一下能变得过来 因为他们俩是这个在地的人 他们俩也不会像波音那么说话 所以就把我给带带带就带起来了 所以我就是说 这对我们当年的改变是多么难 我当年受到的教育 你看这次市长书记们已经很了不起了 就是说这电视台导演说啊 能不能别向政府工作报告 于是他们啊 摆脱政府工作报告这个腔调的时候 可供这个这个民族文化里 可供他们选择的 就是浪诵腔 你知道吗 你没有别的腔调了 你你还有什么腔调 就是说我告诉你 今天的内地的吧 厂长书记 他们上台 他是什么腔调 可不不怪他们 也不 而是可供我们选择的太少了 这个我们过去也不主张上台幽默 我们也不 甚至我们不主张你说人话 于是呢 当我们每个人上台的时候 都碰到一个 可供你选择的腔调 根本就没有什么 所以文涛应该给我们香港的嘉宾主持 每人一个大红包 我们解救了你 泰琳走出他的风格 你回看1998年 《腔腔三人行》 我有资格说话 我是党国元老 对吧 当时第一 前面几集的文涛还是党中昌了 你看 各位我来示范 各位观众 《腔腔三人行》 现在开始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 点点点点 我们都已经睡着了 然后 你说的很对啊 就是你说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 在台上像人一样说话 那是一个撕心裂肺的转变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 他们觉得这不是 不就应该这样吗 对 真的是非常大不同 因为像我真的 就是你回台湾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这种会讲这种 很自证枪圆 然后就是 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呢 真的只有在比赛的时候 私底下没有 就是没有 人会这样子说话 那有时候我去做活动 比如我去内地主持节目的时候 有时候我每次看他们的稿子 我都会笑出来 我想说这是要歌功颂得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再进去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它是有一个风格上的一个差 而且我现在跟你说 我现在的这个这个认识都超越了 你知道吗 我超越到什么呢 就是说人们通常讲的 就广远播音系的也不用自卑 我认为都是一种声音艺术 对吧 那么多人琢磨了那么多年 所谓播音腔 话剧腔 文艺腔 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 不能让选择太少了 应该多元化 曾经有一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上台只能朗诵枪 你就恶心了吗 朗诵也是一门艺术 对吧 应该是百花齐放 是吧 阿扁也算一路 都想 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阿扁 他那个真的 当然任何事都有另一面 过去我们是不能够在台上做人 但是我发现今天的世界啊 一旦允许你做人之后 也就出现一种无下限 甚至你看到最近这个照片 你包括美国的这种政治文化 这是咱们华裔的 对对对 本来据说过去亚裔传统上比较支持民主党 但是现在据说也有越来越多的华裔啊 去支持共和川普 他们都说说你们真喜欢川普吗 但是我发现他们都说 我们支持的是这个党 对 没有 川普就像那个Hillary 最近演讲攻击他 提醒选民嘛 说哎 this is not a reality show 这不是真人秀 this is for real 这是真实的政治 他这句话就是说 好多人都说 现在 川普 川普 就是说起来 因为大家经过这么多年啊 对不对 看真人秀了 这终极的一战 就在每个生活 就算是我们希望期待白宫 对对 做每个决定 都一定要用最夸张 最戏剧化的表演 就要灾难 世界的灾难 有人说 法国说 世界的灾难 就是从川普 讲过的白宫开始 那才是真的倒数的毁灭 但是我有听到两方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川普上台的话之后 哇 这世界大乱了 这个跟欧洲关系也搞不好 跟这个伊斯兰国家关系也搞不好 但是有人说 其实美国是非常完整 还有它非常完善的政治体制 它就算任何人坐在它这个位置上 它都还是会被相关的法令给制约的 所以它并没有办法 像现在选举的时候 可以讲一些这么华丽的词早 或者我想讲什么讲什么 可能进去就会收敛 所以都有 所以你就在这儿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 你就可以看到世界这个两极 两段 那头川普这范儿已经大行其道了 这头你看山西的市长和书记 开始上真人秀 接受PK 但是他们从朗诵开始 对吧 但是你知道 我就觉得这个起步 接下来包括中国的官员 不改变也得改变 你今天得会聊天 但是未来的中国当官的 他们会迎接什么样的出头露面 这个我有时候觉得很让人遐想 你比如说 我记得我在大学学新闻的时候 我那天跟他们讲 你看我跟家辉就曾经说 我说我老跟我的这个枪枪三人行的嘉宾呢 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呢 本来是批判电视的 叫做娱乐至死 可是我在里边得到的呢 恰恰是看出来上电视节目说话的规律 他都总结出来了 但是他是说 你看就因为上电视需要这么说话 所以电视算是把今天 这个现代社会给毁了 把现代政治给毁 他是这么个观点 但是你知道 我甚至就是有个印象 我拿到一个BBC 还是一个什么的 一个新闻工作守则 就是古典派的这个政治 甚至能讲究到一种什么 我就记得 他说我们这个电台的节目 如果采访两个政客的话 不要让他们同台 你看今天我们开始讲PK 我们开始讲辩论 我们开始讲总统论辩 英国人的古典的新闻守则 是什么 你应该单独做五分钟的马家辉 再单独做五分钟的林伟杰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可能口才有好坏 你让他们同台辩论 有可能因为他们一个人的口才强势 让观众造成误导 因为那并不代表 他一定施政能力就是强势 你看又是还有这样的一个表情 你这样讲我还真的还蛮有感触 因为就在就在昨天吧 这个英国不是23号要公投脱欧 跟那个留在英国吗 欧洲吗 他真的是两个 就是独立党的这个领导人 跟这个这个英国的首相 他们同台 但是没有辩论 他们就是就像你说的 每一个人单独在上面 然后跟观众 让观众提问他来回答 但是两个是分开的 这个不容易做到了 可是说回了 山西官员 对他们那个 你说官员要慢慢懂得聊天 我这个没有很担心 因为我看到好多内地的官员也好 大老板也好 就聊天对他们绝对不困难 比港人会聊多了 对啊 可是我重点觉得 他们要学懂了对话 因为好多时候就是 大老板都是官员 你讲得好 就是讲话嘛 让别人听 当别人提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哎呀 那气氛就不好了 他就会反骂回去 甚至给对方一些 不好的对待处理 我觉得又学会对话这样 而且电视节目的 我们看到 他跟真的PK电视节目 有哪里不一样呢 真的PK节目 我们观众也好 评审也好 都会用很刻薄的问题来提问 哎你怎么今天穿这样衣服啊 你以为自己身材很好啊 皮肤很好 那看你怎么回应 有时候我是故意刻薄 故意冒犯对吧 可是这个应该是没有吧 这个我还真问过 就是要不说啊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 共同的文化当中 谁都是明白人 人家山西台的导演说了 说你们以为我们这些媒体评选 会说你怎么这么难看 不会这么说吧 他都是也会给领导留面子 这也当然不会人身攻击 我一般评审可能意见就是说 哎我觉得你那样介绍你们洋权 或者那样介绍你们大同 可能会更好些 一般就是这种 儿童评选节目 儿童真人秀的一个评选方法 因为儿童真人秀不能伤害儿童嘛 都会讲比较就是 哎我觉得你怎样更好 就是是 但我觉得第一次嘛 也不能给人家太难看 让人家就是一下到之后 没有 我觉得如果说之后 大家确实是要让这个 更接地气的话 也许之后可能会 韦杰之后就精彩了 假如大家接受 需要台湾枪的可以来 我马上来帮大家培训台湾枪 最后往前推 把以前落马的官员找上电视 早不是有个姓雷的吗 什么片段被人家放过吗 总要给他机会嘛 那我问他 阶段是你吗 真的只要27秒吗 听说你老双规那个官员 不让他说话 到最后他主动要求 那我失贵你什么 一个